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你受了那么多的罪 你都熬了过来 细军啊 我真的不晓得 这些年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怎么过来 怎么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我们 我们之间总是觉得 少了点什么 差点什么 差点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孩子啊 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们幸亏没有孩子 要是让他跟咱们一起爬雪上 过草地 又或者像大嫂一样 刚生下来就给了别人 我估计早上受就受不了了 不是 如果现在 我 现在我们有一个孩子的话 你还会舍弃他 舍弃我 你还会舍弃他 到前线去吗 子母 你不要逼我 这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个孩子 我决定的事情 你要来 再去 我 你不想要 diferença 不想要 看见 他 他 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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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不是 你的 mould 这是我的问题 我经常在想 可能我一辈子也做不到 像王叔兰那样的牛肉 也许只有他 才懂得怎么去爱你 泽民 泽民 要不然 要不然我 我想好了 我觉得我们这么下去 对你太不公平 我明天就向组织上审亲 审亲组织披着我们真实离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队长 麻烦呢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呀 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我是来给你出道难题的 郑队长 我们迪化虽然地处偏远 但是是个老城 今年为了庆祝建成一百八十周年 我特意找了人专门为迪化室设计了个公园 你看 这个公园设计非常的独特 风格别致 若是真能建成 那可是一处难得的美景啊 看来独办大人对这个公园非常伤心哪 那是啊 建造公园也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嘛 这是修建公园的计划书 请周天长过目 这个公园看起来需要建造的警费 数目不少啊 所以说我来给你出这个难题嘛 周天长 这个公园呢 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 我们新疆迪化 笼共就一个西公园 而且是光绪九年修建的 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去了心意 现在全疆人民迫切地希望 能够在迪化室建造这第二公园 以陶冶性情开拓事业呀 据我所知 周天长一向是重文化 清金正 在你接手财政厅以后 把公安部门的经费削减了一半 而把教育费用增加了一倍 这些事都干得非常好 我是一向都支持的 但是修建迪化的第二公园 这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周天长 这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嘛 你 我会推辞吧 周官大人哪 这个修工园哪 真的是一件好事 可是 这么多的钱 造这么样一个公园 不是我周边一国人签个字 就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吧 这件事情哪 还是要按诡矩办 把它交到财政厅 你相关的办公室 认认真正地生活以后 才行哪 到时候 结果我会告诉你 应该的 应该的 我这个人哪 是个讲原则的人 只要是 对我们迪化的政府 对新疆的人民有好处的是 我就是从这个牙缝里把钱扣出来呀 这个公园也一定要捡 周定长啊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个脾气 不然 我也不会厚着脸 置信中共中央 把你留住 给我整理财政啊 这个周边实在越来越过分了 现在见了您 竟然连起身都给省了 还真把自己当财政严了 你看他砍了公安费又砍了军费 在咱们新疆还有安全可言吗 难道您就真的 任用他如此任性妄为吗 等真实的结果再说吧 听长 你怎么了 魏冰有犯个事吗 慢点 走 我送你去医院吧 拿出 拿出 这个是迪化第二公园的那个设计图置 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 这个公园到底有什么背景 看 我 赶紧去 去 去 我 平时很少做饭 不知道这汤 合不合毛行长的胃口 这是你的一片心意 毛行长高兴还来不及呢 泽民 泽民 怎么样 毛行长 你没事吧 怎么样 疼得这么厉害啊 你们怎么来的 是不是庭里面出什么事了 你坐坐 坐下 要说出事啊 你出的事最大 今天上午 我碰见了郑医生 听说你犯了老毛病 连饭都没吃就回家了 所以我就来看看你 没想到你这么严重 我这个病呢 是老毛病 疼一下子 过一会就好了 让你们 让你们担心了 王行长 一天都没有吃饭了吧 我从老家带的猴头菇 熬的养胃汤 一会儿您多喝点 我去拿碗筷 谢谢啊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神病哪 还让你们耽误工作来看我 让这个小竹同志 还跟我蹲堂 我现在什么胃口也没有 什么也吃不下 让你们操心了 小竹一听说你生病了 自己赶回家熬的汤 我一个曹老爷们 哪想的那么多呀 泽民哪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 你要再病下去啊 我可担不起责任哪 我回去啊 给中央发个电报 让他们尽快安排你 去苏联看病 如果说能去苏联 那当然是最好 毛长 邓主任 您也在啊 嗯 航长 您的胃 我没事 查得怎么样了 我这一查 真是气死人 一肚子气啊 您不知道 那就是盛世财他老岳父 想在那儿造个私家别墅 觉得厚厚光多多的不好看 想让咱们呀 给他造个私家公园 到时候那公园一造好 他把门一关 就变成他们家自己的了 这个盛世财啊 能瘫到这个地步 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现在更糟的是 掌管新疆建设厅的 就是盛世财的岳父 我们要想阻止这件事 恐怕很难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行了 你们都莫慌啊 其实啊 我早就晓得他盛世财 想要干什么 没有关系 我已经想好了 对付他的办法 你们就巧了我的吧 来 毛行长 趁热多喝点 小初同志 我刚才同他们讲啊 我现在是个胃口 实在是吃不下东西 你不要短着了 放一放 毛行长 我观察你好久了 你每天都不按时吃饭 才会落下这个病根 好 快点 我给你的 主席你找我 来来来来来 来 本来 你晓得我找你什么事情吧 是为了泽民的事吧 中央批准了毛泽民同志 即刻奔赴苏联治病的请求 我已经向新疆办办发了电报 你就放心吧 这事还得怪我 谢谢啊 我替泽民谢谢 谢谢党中央 对泽民同志的关心 谢谢 周县长 你这份关于 迪化市第二公园的报告 看来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页 佩服佩服 杜班大人哪 修建公园 为民造福 真的是一件好事啊 尤其是杜班大人你 心里面老是想着老百姓的利益 实在是令人擒佩啊 可是在这个市政规划里面呢 土地的管理要统一的管理 无论是这个收购还是出售 都要经过市 财经委员会的统一批准 现在这个公园的计划 还有许多不妥的地方 是不是还请独办大人 多多体谅啊 周县长办事果然是稳妥周全哪 让人心服口服 看来当初是我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 都不妥当大人哪 我倒是觉得啊 那个地方修一个私人花园不错啊 如果熟哪个要修的话 不妨自己掏腰包修一锅 周县长说笑了吧 那可是公共用地 怎么能允许私人去修花园呢 就是你周县长答应 我也不会答应啊 那是自然啊 独办大人一向是秉公办事 公正之法 一定不会让这个权力啊 被私人所用 成为某些过别人 忠饱私囊的利器 周县长 你好像脸色不大好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我这个胃啊 是老毛病咯 不防湿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犯着病 我还让你操心这第二花园的事 实在是过意不缺啊 这样 你赶紧回家好好地休息 待会儿我再让医生到你的府上 再给你好好地看看 再给你好好地看看 医生就不逼喽 不麻烦喽 那我先告辞了 那我先告辞了 毛泽民哪 毛泽民 你真是得寸进尺 欺人太甚 这可是你逼着我 还没有血沫 就要杀你这头鱼 杜瓣 刚刚得到消息 共产党中央决定 让周斌尽快离开新疆 前往苏联治病 好吧 算他多过一劫 这姓周得这样可恶 独办 咱们是不是干脆在他离开以前 先把他做掉算了 以免夜长梦多 这办法我都想好了 暴政神不知鬼不觉 你动个屁 现在的形势有多复杂 你清楚吗 咱们要牵制蒋介石 一时半会儿 还少不了共产党 他周厅长这个位置 是我赏他的 可是他是毛泽东的亲弟弟 这个身份 却是货真价实 咱们要是做了他 稍微出现一点点纰漏 那就会捅出大老子 那就 就这样让他走了 让他走了也好 咱们眼不见心不烦 先游他去吧 对了 你马上指点延安 就说周厅长在这里 工作非常努力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品行极佳 工作成绩斐然 总之 全是些拍马屁的话 而且这个马屁要拍得越想越好 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呀 你多说点别人的好话 你能少什么吗 去吧 是 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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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 你每天都要写这么多东西 思考那么多问题 多辛苦啊 哎 伯伯 你把眼睛闭上 做什么呀 你把眼睛闭上嘛 我给你揉揉肩 放松放松 好 服从命令 哎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不上课吗 我来啊 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不不 我被调到中央军委二局 做接药工作了 哦 这倒真是个好消息啊 哎 哎 那这样说来的话 我们毛家呀 又多了一个出色的共产党人哪 不过呢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什么 你接到了苏联 专家已经帮他回诊了 他的卫病已经得到控制了 真的吗 那他会很快回延安吗 我想要休养一段时间吧 等身体休养好了 自然就会回来的 我就怕 到时候我站在他的跟前 他都认不出来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见过他几次 现在已经记不清他 长什么样子了 好了 远之 来 这样吧 陪伯父啊 出去走一走 好 小远之啊 你还记得暗英暗清他们吗 我还有些印象 以前暗英哥哥和暗清弟弟 来过韶山 伯伯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他们现在在苏联呢 我都好长时间没见过他们了 所以啊 跟他们相比 你是幸福的呀 至少呢 你从小跟你娘一起长大 有你娘的照应 可是他们呢 从小就没了娘啊 流离失所 也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啊 伯伯 我相信啊 暗英哥哥和暗清弟弟 他一定会过得好好的 他们福大命大 一定啊 会回到伯伯身边的 福大命大 嗯 你也加入共产党有一年了吧 多少也算是一个老党员了 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 别紧张 不过我跟你开个玩笑 是啊 我们都是农民啊 虽然了 也学了这么多年的唯物主义 但是当有一些事情 超过了我们自身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时候 免不了啊 就会想这些 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啊 但是呢 一定要证实自己的缺点 你晓得吗 我晓得之后啊 还跟着我娘 一块去求过菩萨拜过佛呢 我晓得 我晓得 伯伯不光求过菩萨拜过佛 还扔过石头当干妈呢 哦 你这个小东西知道的还不少吗 啊 我现在 就想求菩萨 保佑我爹 能早点回来 来 你去吧 伯伯 你怎么还有烟呢 伯伯身上是不揣钱的 但是这个烟呢 那是必须要带的 对对对 伯伯答应过你 不抽了 不抽了 是 远之啊 你晓得中国革命 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是什么吗 不知道 武装斗争 统一战现党的建设 这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啊 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啊 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所以这次你跌取苏联 能不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这关系到 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的革命进程中 能否得到苏联 还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啊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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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可以怎么办了 怎么办办办办 我找这个吉米特洛夫同志 我找吉米特洛夫同志 你是说 不在 他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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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他不在 我 他不在 他不在 我 我 我敬 you 我 我永远是 我最看 我 我 你 他不在